好 我们下面来看32课的第三段 第二段描述了历史上对伽利略的看法 那么当今对伽利略又是怎样一个看法 这个伽利略为什么在今天对科学史家来说成为了一个问题而通呢 咱们来看第三段 先来看第三段第一句话 请看屏幕 这个句子呢 逗号之前可以看到句子的主干结构 这个可以看到是整个句子的主语了 然后后面这个句末的白颜色的是位于动词 这句的主干结构的主语是 但是对于这些证据的更深入的研究 什么证据呢 就是指第二段伽利略观察的那些证据 他不是通过望远镜观测天空 观测的证据足以把亚里士罗德和托勒密两人同时推翻吗 对这个证据的更深入的研究 深深的改变了这种对伽利略的看法 就是历史上对伽利略的看法 因为他是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人 这个看法 然后中间这一大堆黄颜色的 都是后视定律来修饰这个steady 对于这个证据的这个研究 那么什么研究呢 你看supported by a deeper sense of the period supported by 是个过去分词短语当定语来用 修饰这个研究 被什么什么所支撑 就会发生基于什么 基于对那个时代的更深入的了解之上的这个研究 这个sense在这是多一词 在这翻译成了解觉察 它类似 understanding 或者是相当于后面那个consciousness 认识 了解 觉察 基于对那个时代 就加了对生活那个年代呗 更深入的觉察 基础之上的不可能修饰证据来 当然是个研究来 这更深入研究 并且and引出并列的还是基于什么什么and particularly by 怎么说过 重复的动词可以去掉 但如果重复的最后是届次届尾的这样的形式 最后把届次留下 这个by说明还是跟supported搭配呢 并且尤其是基于被他所支撑派基于嘛 尤其是基于什么呢 一个新的对于那下场科技革命的哲学潜流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 这个consciousness就是刚才的sense 我们看是同一次替换 就是认识 了解 觉察 对科技革命 咱们说了 伽利瑞开始了注重实证的科技革命 用誓言说话 对科技革命中的哲学潜流的全新的了解 基础上的研究 还是修这个研究 怎么样呢 这个研究深刻的改变了对伽利瑞的看法 就是历史上对伽利瑞的看法 这整个文法成分的分析 好 我们下面看一些细节 我们重点看一看中间这个黄音色的这个过去分词短语修实研究 be separate by 叫被什么什么所支持 被什么什么所支撑 其实相当于be based on 被它所支撑 就是基于它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 本分中非微动词去到了be 那如果用be based on这个结构呢 同样去到病动词或者based on 基于对那个时代的更深刻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液晶从含义是一样的 搭配也类似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sense 注意翻译 这个sense 在这儿是多一词 在这儿直接翻译成 understanding 或者直接翻译成 consciousness 认识 觉察 了解 对那个时代的更深入的了解基础之上的这个研究 并且还有怎么样呢 and particularly by 还是用supported by 这个搭配 只剩一个by consciously 还是认识 觉察 了解 并且对科技革命中哲学潜流的 全新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还是这个研究 怎么样呢 深深的改变了对伽利略的看法 这个profoundly 叫深刻的极大程度上的 这profoundly 比较通俗的替换 咱们相当于deeply 或者相当于extremely 深深的或极大的 怎么怎么样 这是profoundly 这个在三册咱们就见过 比如说看一个例子 she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her mother 她受到了母亲深刻的影响 或者受到了母亲极大的影响 这是profoundly 这个意思 但后面这个modify 要注意翻译 本文中有modify 用的特别准确 因为modify 是改变 但是中文中改变好像差不太多 英语中至少把modify 和change 要分开 change 是完全改变了 I changed my mind 我改变主意了 原来去 现在不去了 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modify 表示部分的改变 部分改变并不是完全彻底改变了 有一些程度的变化 但不是彻头彻底的变化 本文中用changed 不好 历史上 认为伽利略是个绝对正面人物 如果是changed 这深刻的完全改变了 完全改变 那伽利略现在成反面人物了 他依然不是反面人物 只不过某种程度上有些改动 modify 是部分改动 而且一般来说不是完全彻底的 我们看例子 The mediator attempted to get both sides to modify their position Mediator 叫调停人 调解人 这位调停人的事处怎么样呢 让双方改变一下自己的立场 这个modify 表示某种程度的变化 正方向反方靠拢一点 反方向正方靠拢一点 双方就没有矛盾了 调停人嘛 让双方不起争执 如果用chain就错了 正方变成反方 反方变成正方还是对立 那就白调停了 对吧 modify 本文中用的好 是部分改变了这个伽利略的看法 就是他并没有变成反面人物 只是看法有正有反更复杂的 这个句子翻译需要技巧 好 在前面这个Statley后面出现了黄颜色 刚才那个两个复杂的 长长的后继分子当后织论语来用 我们讲过太长的定语 在中文中呢 可以按照并列起后来翻译 英语中是大树形的 咱们把它变成竹子节 先翻译这个长长的定语 你试试看啊 但是 比support by 用换句基于就好了 但是基于对那个时代的更深入的了解 尤其是基于对科学革命中哲学潜流的全新的认识 然后再翻译整个的主句 就是甩到了包袱的主句 对这些证据的更仔细的研究 深刻的改变了对于伽利略的看法 再来一次啊 你看 但是 先翻译这个定语 基于对那个时代的更加深入的了解 尤其是基于对科学革命中哲学潜流的全新的认识 然后再翻译整句 对这种证据的更仔细的研究 深深的改变了对于伽利略的看法 这句子看通了 好 那么怎么一个改变法呢 咱们来看第二句话 看屏幕 他说 Today although the old Galileo lives on in many popular writings Among historians of science A new and more sophisticated picture has emerged Today 是时间状元当今 然后呢 先来一个让步状元从句 尽管以前对于伽利略的那个形象 就是旧的那个伽利略 依然在很多流行的著作中存在 这个live在这不是活着 表示exist存在的意思 暗示继续继续存在于某些流行的著作之中 就还是认为伽利略是个绝对高大上的人物 但是在科学史家之中 这又是借此章语了 怎么样呢 一个新的 并且更加复杂的 错综复杂的 而且更加高精密度 高精尖的 这么一种形象已经出现了 大家看到这个句子里面先罗列了让步状元从句 就是状元 然后在主句中先说了 这个在很多科学史家之中 还是个状元 把一大堆状元往巨手去堆砌 巨手堆砌 还是为了突出巨墨的这个主位结构 现在出现了一个全新的 并且更加复杂的 关于伽利略的这种形象 picture 表示心目中想象的情况 这无疑又是一个咱们说过的圆周句或调尾句 它运用的是巨墨中心原则 先堆砌 时间状元 让步状元又出现地点状元 最后才出现 全新的形象出现了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突出了巨墨这个重点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里边一些例子 我们这个重点看一看 刚才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个live 第一行末尾的live 这个live呢 我们说不是活着 在这表示存在的意思 相当于动词exist 表示存在的某个地方 你比如说 Where do the knives live in your kitchen? 你的厨房里刀在哪呢? 不是刀活在哪个地方 刀不可能是活的 刀割哪呢?在哪个地方 这个live是这个意思 文文中加个复词on是继续的意思 继续存在于某些流行的读物著作之中 但是后面有个转折了 Among historians of science 在科学史家们之间 怎么样? 一个全新的 并且更加sophisticated 就非常复杂的 这个picture已经出现了 picture在这不是图片 更不是照片 而是心目中的形象 心目中对某人某个事物的图景形象 经常我们可以用在form a picture of 表示想象 憧憬 这个意思 这个搭配在心肝年三册十二个荒岛生活 咱们见过 Can you form a picture of what I describe to you? 你能不能设想一下或者想象一下 我给你描述的情景呢? form a picture of 相当于动词imagine Can you imagine what I describe to you? 在心中形成一个图景 不是摄像想象吗? 不是照一个照片 照个照片是take a picture of 你的动词take 咱们复习复习在心肝年三册 第十二颗课文中的曲子 他说 Most of us have formed an unrealistic picture of life on the desert island 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荒岛生活 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这个picture也是心目中的一个图景 而不是一个图片 一个照片 这是心目中的这个图景 也就是在科学史家的心目之中 一个全新的 并且更加复杂的伽利略的形象出现了 我们说了突出了巨魔重点 这是个圆周矩 调位矩 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 为什么有改变呢? 那么对于伽利略和伽利略对手的看法 有什么变化呢? 第三句话 咱们看书 看教材 他说 At the same time Our sympathy for Galileo's opponents has grown somewhat At the same time 与此同时 我们对于伽利略那些对手 反对者他的同情心也增长了一分 这个sympathy表示同情怜悯相当于pity或者compassion 同情 注意后面借词加for 这个我们在第16课当代程式中讲过 表示感情的词 想爱 想激情 想同情 想憎恨 多数都是跟for 我对你的爱情 my love for you 一般是跟for 我对这个女孩子的热情 my passion for the girl 也是用for这个词 同情也是如此 opponent 表示对手反对者 咱们讲过 可以把它换成像adversary 咱们24颗见过 对 这敌手反对者 还有像antagnist 咱们在这个 威廉·埃斯哈特 和早期西部篇21颗见过 都是表示敌手 反对者 死对头 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 opponent adversary antagnist 都可以表示敌手 反对者 死敌 死对头 我们对伽利略反对者的同情心 又增长了一分 has grown somewhat somewhat a little a bit 有那么一点 原来认为 他们是反科学的 但现在呢 我们觉得 好像轻有可原 反对家里略在当时 似乎轻有可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文做了进一步的 详细的解释 这个比较复杂 咱们来看屏幕 看下去 他说 his telescopic observations are justly immortal they arouse great interest at a time they had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and they provided a striking demonstration of the potentialities hidden in instruments and apparatus 这个句子比较长 这分号呢 还引出并列的结构 并列句 他的天文望远镜观测的结果 当之无愧 是不朽的 这个telescopic like telescope 望远镜的 observation 表示观测观察 观测结果 或者某人发表的评论 都行 在这当然是观测结果 justly是理所应当的 正当的 确实公正的 理所应当的 是immortal 是不朽的 是伟大的 那么他们 这个they指什么 当然指前面的observations 就是那些观测结果 对吧 怎么样呢 他们在那个时代 激起了巨大的兴趣 很多人说 哎呀 这是以前没有见过 天上的东西能看得这么真切 around 是激荡起 咱们的24科讲过 并且他们怎么样 they还是指的observations 这个观测结果 they had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它们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上的这个影响 consequence 本来是表示结果 派生意是表示influence 或者effect 影响 有重大的理论上的影响 这两个句子并列 最后再并列一个 那么有and的连接 ab并列叫a and b abc并列呢 ab and c 这个说明这个they they 这个大家还指的这个观测结果 这观测结果 提供了一个引人瞩目的 非常醒目的一个展示 对于潜力潜能的展示 提供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展示 对于潜能的展示 这个不通顺 不通顺怎么办 调节磁性 这个展示 我们觉得特别别扭 它是个名词 中文中喜欢用什么 喜欢用动词嘛 他们令人瞩目地展示出来 隐藏在仪器设备中的巨大的潜能 马上通说了吧 我们的展示当动词翻译 striking 是形容词当负色 令人瞩目地展示出了 隐藏在仪器设备中的巨大的潜能 就好了 后面那个hidden 最后一行到最后 当然是过去分词短语来修饰前面的潜能了 隐藏在仪器设备中 instrument和apparatus 都可以表示精密仪器设备 只不过这个instrument这个词 是可数名词 apparat的这个词 一般都做不可数名词 所以一个just 一个没有加 好 再我们看看里面那些小的细节 而justly immortal 这个just justly来自形容词just 公道的 理所应当的 就理所应当 是不求的 我们看形容词的一些例子 a just reward 一个应得的 一个奖励 一个奖赏 我做的好事 别人谢我 这应该得的 a just punishment 一个应受的一个惩罚 就理所应当的 正当的 公正的 是这么意思 就理所应当 是不求的 他们激起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有重大的理论性的影响 我们说了这个consequence 表示影响不是结果 你想ecological consequences 叫生态方面的影响 这个consequence多一次 在这里 影响不是结果 生态影响 理论影响 是这样的 他们令人瞩目地展示出了 一切设备中隐藏的潜能 potentiality 单数当然是把 i-e-s去掉 加字母外了 但这两词呢 跟另外一个potential 都可以表示潜力潜能 但李老师以前说过 potential 表示潜能 做名词来用是不可数名词 potentiality 是可数的 而且经常有复数 potential 当然也可以做形容词 潜在的潜伏的 对吧 我们看这句话复习 It is true that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but she is full of potential 或者 she is full of potentialities 充满了潜能 注意potential 不可数名词 potentiality 可数 而且习惯用复数 这是语言习惯 老外这么用 咱们跟着用 这没有错 最后是隐藏在仪器和设备中的 instrument和apparatus 一般都指精密的仪器设备 但是我们说了instrument是个普通的可数名词 副数价是就好了 apparatus 当然也有人读成apparatus 尤其在英国 在美国一般都读成apparatus 一般都做不可数名词 即便是可数 也一般用于单数 极少用于apparatuses 没有讲过 所以这个词一般都做不可数名词 你比如说实验室的设备 laboratory apparatus 而不用la apparatuses 你非要说一键设备可以用a piece of apparatus 一般做不可数名词来用 它们令人瞩目地展示出了 在仪器设备中隐藏的潜力 那么先对伽利率的成就 还是足足肯定 我们刚才不是modify 部分改变的伽利率看法 这个看法 这个成就当然是肯定的 这个我们现在也没有认为伽利率是大坏单 那么下面必然会出现转折 要不然的话 现在就不会complicating 就不会sophisticating 很复杂了 看下面第五句 出现转折了 咱们看屏幕 又是比较复杂句子 But can we blame those who looked and failed to see what Galileo saw If we remember that to use a telescope at the limit of his powers cause for long experience and intimate familiarity with one's instrument 但是我们能不能谴责那些人呢 这个白颜色的是整个句子的主句 哪些人呢 就是后面who引导在逗号之前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定义从句 来修饰前面那个those 那些人什么人呢 就是看了却没有能够看到 这个伽利率看到的东西的那些人 就是他们用伽利率望远镜看到 他们说我没有看到啊 我们能谴责他们吗 到这完了 然后if开始到句末 这是当然是条件状怨从句的 如果 如果我们回忆起来 如果我们还记得if remember 然后that开始到句末 当然牵涛在这个条件状怨从句 内部的宾遇从句 作为remember的宾遇 如果我们回忆起来 还记得什么呢 后面这个句子的主语是个动词不定是 to use a telescope at the limit of his powers 这是宾遇从句的主语 使用一个倍数有限的这么一架望远镜 这个powers在这表示光学仪器的倍数 倍数有限的 当时加勒队用的天能望远镜只有32倍 比现在动则十万倍数十万倍的望远镜 没法比 那么怎么样呢 正式主语是to到power完了 动词不定是 那么be从句的味道是causefor causefor是固定搭配相当于需要need 或necessity 需要 需要什么呢 需要长期的经验 并且还有什么呢 还需要什么呢 an intimate familiarity 对什么什么特别的熟悉 intimate 非常非常亲密无间的很近的 familiarity是熟悉 就极端的熟悉了 每个细节都知道的这种熟悉 feminality 我们生存讲的 一般是个位置搭配 跟什么呢 对自己的仪器的极端的熟悉 好 我们整个翻译这句话 就好翻译了 那么如果我们还记得 使用一个倍数有限的望远镜 需要长期的经验 并且对仪器的非常非常极端的熟悉的话 那么我们还能不能谴责那些 看了却未能看到加利略所看到的东西的那些人呢 就是你要在当时的话 恐怕你也看不到 他们并不是科学的反动派 他们可能确实没有看到 因为加利略的设备实在是太简陋了 对不对 是这个观点的 对历史上观点认为反动派 那些观点有了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改变 这看懂了 里面一些小细节咱们看一看 尤其看一看那个power as limit as power so power 表示倍数 光学仪器的倍数 20 power microscope 一个200倍的一架显微镜 这个倍数power做定语 名字做定语要用单数 对吧 而当时加利略用的呢 是这么一架望远镜 我们看就很简陋 一个小场馆前后两个镜片 这是一个32 power telescope 一个32倍的当时一架望远镜 加利略就是用这架望远镜 观测的东西推翻了统治西方思想 1000多年的权威 这是收藏在博物馆中的 当时他使用的望远镜 倍数有限 然后call for 是需要 必需要有什么东西 call for 是固定的一个短语 叫需要必需要 这是个习语 这单词不如记住一个习语搭配 因为习语搭配往往显得更加地道 就像老外写中文多用几个成语 咱们立刻觉得这个家伙水平不一般 对吧 咱们看一看啊 看一些例子 This sort of work calls for a high level of concentration 这种工作需要高度的专注 高度的这个注意力 修表 得长期听到一个细小的地方 高度的专注 需要 再比如说 the quality is variable so careful selection is called for 用于被动也行 它极无动词短语 我们可以加闭语啊 质量呢 参差不齐 所以需要仔细的挑选选择 仔细的挑选是被需要的 需要仔细的挑选 这中文句子是无主句 对吧 需要仔细的挑选 谁需要呢 他没有说主语 英语中无主句只好用被动 仔细的挑选是被需要的就好了 variable表示来回变化 质量参差不行 所以需要仔细的挑选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复杂的句子 这是我们直尔语的这个艺术范文 这是我在西东方在线 也叫咱们直尔译写作的课程 这个写作课里边 我有一篇范文中给大家也用到了call for这个答片 是一个医术范文的开头段 咱们看这句话怎么说 这个比较长 只是写作确实比较难一些 他说 这个比较复杂 这道题目呢 这作文题目就是知识和想象力 你觉得哪一个更加重要 这个豆豪之前等于描述了这个背景 他用背景引出立场 在我们这个时代 什么时代呢 就社会和科技快速的在变化 从而导致leading to这个画红线 是修饰前面的change 这个改变 导致生活复杂性越来越多 并且导致心理错位也越来越多的 这么一个年代 这个整个的off 到discipline的黄颜色一大堆 修饰那个年代 在这个年代 就是社会和科技快速变化 从而导致人们生活复杂性 和心理错位越来越多的 这么一个年代 怎么样呢 难以预料的和瞬息万变的挑战 cladoscopic用那个书面语 它来自于cladoscope 把我们ic去掉加字母e cladoscope就是万花筒的意思 cladoscopic就是瞬息万变的 万花筒不停在变 挑战怎么样呢 就是facing person in most professions academic fields 这当然是个 这个现代分析短片到后制定义了 修饰这个挑战 什么呢 就是摆在多数职业和学术领域人士面前的 这个挑战怎么样 call for 需要一个平衡 什么平衡呢 在加定义总句 在这个平衡之中 一端是想象力 一端是知识 两边一样重要 就需要一个知识和想象力的平衡 这个call for 在这 是需要 整个翻译下 在我们这个年代 知识 这个社会和科技快速变化 从而导致人们生活中 生活理念的复杂性和心理错位越来越多 这么一个年代 难预料的和瞬息万变的 摆在多数职业和学生人面前的这个挑战呢 需要一个知识 想象力和知识的平衡 call for 叫需要 当然我们写作中有好多的词汇短语 可以替换这个call for 我们先看一些简单的 比如说 need require demand 都可以表示需要 主动被动都可以 都是给物的 比如说 what are the qualities that are needed for the job 那么这个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才干呢 才能做这个工作呢 需要 这是被动的 再比如说 a lot of patience is required to look after a disabled child 照料 一个残疾儿童需要大量的耐心 很多耐心 很多耐心是被需要的 也行 demand 咱们再看看主动结构 this is a complex task and demands a high level of skill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 需要高度的技能 高超的技巧 这三个例句里面 这动词都可以替换 意思是一样的 需要可以用 这三个字 主动被动都可以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个词叫take 咱们从三侧就可以说 take 也可以表示需要 但它一般多呢 用在这个固定句心里面 it takes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需要什么 在这个搭配里面 前面那个it 当然是形式主义了 后面那个to do something 是真正主义 做某事需要什么 咱们看些简单例子 作为一个长跑运动员 需要耐力 it takes stamina to be a long distant runner 后面to do 是真正主义了 stamina 叫做耐力 持久力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stamina stamina 好 是这么来说 同样的我们说 照料一个残疾的儿童 需要很多的耐心 我们甚至自己都会说了 it takes什么呢 很多耐心 a lot of patients to look after a disabled child 照顾一个残疾儿童 需要很多的耐心 这是需要 我们看一下更精彩的例子 比如说看一个爱情 描述爱情的句子 Rose Franken是一个女作家 她在一部爱情小说中出现这么个句子 Anyone can be passionate but it takes real lovers to be silly 每个人都可能充满热情激情 热恋期间如焦似漆 这动物本能吧 每个人都能做到 但是 需要真正相爱的人 才能做爱情傻瓜 又是爱的如醉于是无怨无悔 AC卡ID卡AQ卡都给你了 这需要真正的相爱的人呢 才能做爱情傻瓜 这个傻瓜 需要 再看更复杂的句子 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 Any intelligent fool can make things bigger more complex and more violent It takes a touch of genius and a lot of courage to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y Albert Einstein 他说什么呢 任何一个聪明的傻瓜 都可以把事情变得更大 更复杂 并且更加激烈 但是怎么样呢 要向相反的方向来前进 就把事情变得更小 更简单 更加平和 这需要一点天才和很多勇气 别人说你水平地液怎么这么简单呢 其实大到至简 所以要向相反的方向前进 把事情变得更小 更平易 更平和 这需要attach up 表示一点 那么触摸一下 沾一下一点 这里一点天才和很多勇气才行 Genius不是表示那个人那个天才 如果那样是可数名词了 就表示天父天才 这是不可数名词 需要一点天才和很多勇气 这个需要也很超级 我们再看一个比较文气的搭配 比如需要 使某个东西成为必须 可以用intail 这个得既搭配了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intail intail 需要 使某事成为必须 就好像在后面加一条尾巴 tail不是尾巴的意思吗 很好记 它要么加名词或动名词 或者加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需要某人做某事 咱们看一下例子 the job entails a lot of hard work 那么这个工作需要多大量辛勤的工作才能完成 这工作非常辛苦 需要什么 后面加something 跟doing也行 the journey entails changing trains twice 这个旅程需要换两次火车 intail跟doing something 可以 或者跟需要某人做某事 先加somebody 加加doing也行 比方说 I'll never accept parole because that entails me accepting guilt 我绝不接受假释 因为这需要我认罪 你认罪才能接受假释 我不认罪 当然这就没法假释了嘛 我们再读一下假释这个词 parole parole 就是假释放你 交一部分保证金才能走 你要跑了这钱就不给你了 我绝不就是假释 因为这需要我认罪 承认有罪才行 intail是需要 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还有一个比较大根的词 也可以表示需要 就是necessary同根的动词 需要 答上那边 necessitate necessitate 这种多音节的词 一般多用在书面中比较多 因为口语中不愿意用多音节的词 说着费劲 看例子吧 a prolonged drought necessitate the introduction of water rationing 长期的干旱 prolonged 咱们在第九课 这个 这个 王室间谍活动说过 长期的 持久的 drought 持久的干旱 需要咱们引入 这个水啊 定量配极致 定量配水 这个ration 叫定量供应 就长期干旱 水不能乱用 你在家里一天洗八次澡 这个不行 每天定量给你些水 需要 necessity 可以这么来用 那需要什么呢 本位回到文中 callford的必语是长期的经验 和对仪器细致入微的了解 这个整句就看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回忆起来 使用一个倍数有限的望远镜 需要长期的经验 和对自己仪器的非常入微的通晓 了解熟悉 我们还能去责备那些 观测了天空 却没有观测到伽利略 所看到的东西那些人吗 我们能不能观测他 请接受我回答 不用回答了 言下之意是 我们不能责备那些人 但是你发现 如果很直白的这么说 but we cannot blame those who 这个效果不好 直接用陈数据的话 有一种说教的语气 记住哦 我们不能责备他们 读着反感 凭什么不能责备 你说不能责备 就不能责备吗 效果不好 这个地方问句 但其实含义正是陈数据的意思 这问句特征是答在问中 咱们回忆起来了 这种问句叫修辞一问句 在第二十二课知识和进步 咱们讲过 这种问句一般出现在文章 或者段落的末尾 或者接近末尾的地方 你看在这篇文章中 三十二课 又是到文章快结束的时候 连续出现了几个修辞文句 后面的还是 还是问号结束吗 这种问句不需要回答了 咱复习下西风颂中的名句 A wind A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圆吗 不用回答了 言下之意是冬天都来了 春天想必就不远了 这是修辞文句这个效果 那再比如说我们看在三册的二十七课里边 新三册的二十七课 We often speak of trend with content and put them in the same class as beggars But how many of us can honestly say that we have not felt a little envious of their simple way of life and their freedom from care 问句 但这不用回答了 你看我们经常鄙夷的谈到流浪汉 并且把他们归到乞丐一类的人物 但是我们之中有多少人能诚实的说 我们对于他们简单的生活方式 还有他们的无用无虑 没有感到一点羡慕呢 有多少人举手我统计 不用举手了 言下之意是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羡慕 对吧 尽管流浪汉我们不想做 但这个优点我们觉得也是好的 再看复习我们四册的二十二课 就算是在 对你看这句话 是在三册的二十七课的最后一句话 四册二十二课也是在最后 出现这个修词文句 咱们回顾一下 修词文句出现在临近末尾的地方 咱们复习 比方说 难道有任何场景 比下面的场景更可怕更怪异吗 泡兵使用科技把人体打得粉碎 而近在直视处外科医生再使用科学把它们复原 还有比这更可怕更怪异的吗 言下之意是最可怕最怪弹的 就是这个事 知识是一笔双刃剑 我们在光播不能光瘟固 在直新再看一个更好的例子 这Patrick Henry在1775年3月23号 著名的不自由勿宁死 这个演说词中的片段 也是在临近末尾之处出现了一连串的修词文句 这些文句不用回答了 我们先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我们是弱的 我们是弱的 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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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我们将我们是弱的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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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会员 会员 none able to cope with so formidable and adversary adversary咱们讲过叫死敌 对头 当时就英国殖民者 他们跟我们说 先生 说我们太太太弱了 当时美国是民兵嘛 而英国是正规军 他们要起义的话有困难 根本不能去对付这么可怕的一个敌人 covid 表示应付处理 这个formidable 表现令人敬畏的 这个对手 but shall we when shall we be stronger 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变得更强大呢 will it be the next week or the next year 难道是下一个星期或者明年吗 用回答吗甭回答了 下一星期明年更没戏了 我们说 will it be when we are totally disarmed and when a British guard shall be stationed in our house 难道是我们完全被搅了戒了 对吧 这个我们的武器被别人抢走了 并且每一个英国士兵都驻扎到我们每一栋房子里面去吗 难道那个时候就能抵抗了吗 那就更没戏了呗 现在正是抵抗的好时机 这个意思的 这个问题不用回答 但比陈书记更有力 接着问 shall we get a strength by irresolution and inaction 难道我们通过这个犹豫不决和拒绝行动 就能积极起力量吗 irresolution 犹豫 resolution 不是决心 没有决心 犹豫 inaction 拒绝行动 action 是行动 shall we acquire the means of effective resistance by lying supinely on our backs and hugging the delusive phantom of hope until the animals shall have boundless of hand and foot 难道我们这样就能积极起有效的抵抗的途径吗 通过什么 通过四扬八叉的躺在那儿 supply 这形容词表是仰卧的 肚皮朝上 后背朝地 仰卧的 它的反译词叫prone 扶卧的 p r o n e prone 是扶卧 这是仰卧的 那么用后背靠在地上 便讲hugging the delusive phantom of hope hugging 就是拥抱 delusive 就引起错觉了 引起错觉 引起误解的 这个phantom本来是幽灵 派生意特别的幻想幻觉 hope 希望的幻觉 拥抱呢 引人错觉的 引起误导的 希望的这个幻觉 就是做白人大梦呗 坦的 四扬八叉 翘到两人腿做白人梦 直到我们的敌人 把五花大王都绑起来了 bound bind b i n d 对吧 这绑嘛 这过去分子是bound bind somebody hand and foot 固定搭配就五花大王 手脚都捆起来了 那个时候难道我们就能 积极其有效的抵抗力量吗 那时候就更没戏了 对吧 言下去 现在正是我们抵抗的好时期 当时就是在独立战争期间 这个激励 这士兵斗志的这么一段话 白日片呢 我们再听一遍 they tell us sir that we are weak unable to cope with so formidable an adversary but when shall we be stronger will it be the next week or the next year will it be when we are totally disarmed and when a British guard shall be stationed in every house shall we gather strength by your resolution and in action shall we acquire the means of effectual resistance by lying supinely on our backs and hugging the delusive phantom of hope until our enemies shall have us bound hand and foot 这是夫妻二十二课的修辞一文句 下面继续来看后面的第六句 继续描述 这伽利略的反对者也不一定那么可憐了 咱看第六句又比较复杂 咱们来看看怎么说 他说 was the philosopher who refused to look through Galileo's telescope were more culpable than those who alleged that the spiral neboli observed by the Lord Ross's great telescope in the 1840s were scratches left by the grinder 难道这位哲学家比那些人更应该受谴责吗 这主干结构是was the philosopher more culpable than those 这白眼色是句子主干 那么哪些哪位哲学家呢 第一个who到第二行 这黄颜色的是定义从句 就是那个拒绝用这个加利略的望远镜来观测的 这位哲学家 比哪些人更应该受谴责呢 这个who又是引导更复杂一个定义从句 还是修饰那个those 我们说了定义从句先行词 应该用指示代词 这些那些 而他们不要用they 要用指示代词 不能用人称代词 那些宣称who alleged that 从那样开始到句末 这个协议词当然是做allege宾语从句 牵套在定义从句内部的宾语从句 allege 咱们的以前早就说过 allege表示声称宣称 往往是没有证据的 宣称某个坏事属实 本文中有的恰如气氛 宣称什么呢 声称啊那些spiral nebulae 螺旋状的星云 nebula是星云的单数 这个不规则复述nebulae 螺旋状的叫spiral 螺旋状的星云 然后后面的画带下号线的部分 一直到18.4的结束 是后织终于修饰这个螺旋的星云 observe是过去分词的 用螺丝勋诀 它的巨型望远镜 在1940年代 这184几年的时候 所观测到的那个螺旋 螺旋状的星云 是什么呢 or scratches 是划痕 scratcher抓闹一下 这个划痕 什么划痕 left by the grinder 这就是后织终于修饰这个划痕 什么呢 被研磨工人留下的镜片上的划痕 他们认为你观测到的不是螺旋的星云 磨镜片 要凸头就凹头就要弯的 研磨工人留下的划痕 看到像螺旋的星云一样 对吧 我们是这么 这个两个定义丛句比较复杂 咱翻译的时候呢 可以先翻译两个定语 跟刚才一样 这个英语中千套结构嘛 中文中换成竹子节就好了 先翻译这个两个定义丛句 然后把甩掉了包袱之后 再翻译这个主句就好了 对吧 那么在当年有一位哲学家拒绝使用 伽利略的望远镜来观测 在这个1840年代呢 当时有人宣称 罗斯勋爵巨型望远镜观测到的螺旋的星云 只不过是研磨工人在镜片上留下的划痕 两个定语翻译完了 再翻译主句 难道反对伽利略的那位哲学家 比诋毁罗斯勋爵的那些人更应该受谴责吗 诶 这句就好好翻译了 先翻译两个定语 把它当成小病的句 小竹子节 逗号逗号 然后再翻译甩掉包袱的主句 就好好翻译了 要不然中文中没有千套结构就不好翻译了 这本只注意一个 就是这么25个讲过那个enledge 这个enledge表示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某个坏事属实 咱们说过对吧 复习一下 he alleged that they had hired an assassin to dispose of him 他宣称他们雇用了一个杀手刺客assassin 叫杀手刺客 来干掉他 但是他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某个坏事属实 本文中说的事也是坏事 他们也没有证据 划痕你看到了没有看到 用的恰如其分 好 下面继续来说 第七句 又进一步说了 我们可能能原谅这些人了 后面又出现一个修词问句 还是用问号结束 这是最后一句话 你看连续用病类的修词问句 使读者眼眷深思 读完之后得到很多启迪 问句结束 这个句子很长 中间是用这里一个and连接两个病类句 第一个病类句的主句是 we can perhaps forgive those 我们可能就能原谅那些人了 哪些人呢 我们who一直到spyglass 是写结束是定义丛句 修试这个dose 哪些人 那些说 说什么呢 画横线的部分当然做说的定义丛句了 省略了 连次that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 朱比特就是那个木星了 木星的那些月亮们 就是不是咱们说过 伽利略观察的木卫一和木卫四嘛 木星的月亮就木星的卫星嘛 木星的那些卫星 只不过是由伽利略小望远镜制造出来的东西 你望远镜制造出来的幻象 spyglass叫小望远镜 我们知道就行了 if we recall 从if开始一直到这个and truth 这里结束 到and truth 这里结束 整个是一个条件状态总句 如果我们回忆起来 if recall recall is just another way to say remember the meaning is exactly the same 意思和remember 意思是一样的 这里为什么recall呢? 因为大家看一看 在十八行中 十八行中课文中 是不是出现了remember这个词 如果我们回忆起来 if we remember if we recall 这是同一次替换 回忆起来什么呢? 那么从that 开始 一直到这and truth 结束 又是牵套在条件状态总句内部的并运总句 那回忆起来 that 在并运总句开始 在他的那个年代 in his day 不是在他那天了 因为在某一天 应该叫切词 on 这个day是表示那个时代 那个时期 那个时候 在加利率那个时代 as for centuries before 这是方式壮与总句 正如像几百年前那样 这s后面跟了个切词短语 说明s里面的主语和卫语都被省略了 这个s引导的方式壮与总句的省略 咱们的18个海豚讲过 它省略的一般是主语中成就出现过的主位结构 正如几百年前怎么样呢? 正如几百年前 曲面镜是一个流行的设备来制造 不是真实 而是幻象 非真实的设备那样 在加利率的时代 曲面镜就是一个流行的设备 来制造非真实 而是这个错觉 这个并不是真实 而是错觉 非真实的情况那样 s后面省略的主语结构 在主语中都出现过了 如果写全是 as curved glass was the popular contrivance for producing not truth but illuminant truth for centuries before 再跟主语 curved glass were the popular contrivance for producing not truth but illuminant truth 但这么写太啰嗦了 as后面的主语结构 在后面的主语里面 它所谓的主语 就是这个并语丛句的主干结构 它不是牵涛在并语丛句里面呢? 都出现过了 所以只剩下了4th century before 这个时间状元 这个省略咱们一会儿会复习 好了 and引出并语去 先出现一个让步 状元丛句 如果一面曲面镜能够扭曲自然 那么一对曲面镜扭曲的又会多多少呢? 所以既然是曲面镜 我们一照人变形了哈哈镜 一对曲面镜 那么扭曲自然会更多了吗? 所以当时对加利略的质疑 由于当时人们知识的局限 我们现在是可以理解的 恐怕就能原谅那些加利略的反对者了 是这么一个 好 我们下面看一些小的细节 这个我们重点看这个 as for centuries before 这个省略 刚才说了 当省略的是这么一个成本 正如曲面镜在几百年前 是作为一个流行的设备来制造 不是真实 而是幻象非真实那样 那么在加利略那个年代呢 曲面镜就是一个流行的设备来制造 不是真实 而是幻象非真实的情况 大家看到这个省略 as后面整个黄银色的一大坨子 我们都出现过了 都被干掉了 只剩下as for centuries before 这个结构 这种as 方式状欲从事的省略 咱们在十八课和这个二十六课 两次出现 先复习第十八课 一百零四页的第四行 一百零四页的第四行 on the occasion when they have pushed to an unconscious human being they have much more likely than it out of curiosity or for sport as in riding about waves of a ship 在这些场合下 就是他们把一个失去知己的人推到岸上 他们更有可能是出于好奇心 或者为了好玩才做的那样 正如他们在追逐船头的 离开的浪花的时候 是那么做的一样 as 后面只剩一个借次的一套状欲 省的是什么 正如他们的追逐船头离开的浪花的时候 正是出于好奇心 或者为了好玩那样 把人推到岸上 也是为了出于好奇心 或者为了好玩 如果写拳头是这样的吧 they are much more likely than in out of curiosity or for sport as they have done in out of curiosity or for sport they're riding about waves of a ship as 后面的一大堆 前面都出现过了 再说就废话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 在更复杂的二十六颗 就是一百五十五页的第十三行 就是第三段的开头 二十六颗一百五十五页 第十三行第三段开头 It is almost always due to some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tra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as by falling into inaccessible caves or into an ice crevasse like the suburban mammoths when the whole animal is sometimes preserved as in the refrigerator 这里出现了一大堆像 as like和as 不一样的是as 比较像是廉词 like 比较像是借词的 后面直接跟名词 as要跟从具的 那么几乎总是由于一些极端特殊的情况 陆地一动的痕迹能够幸存下来 正如掉到那些无法企及的山洞 或者掉到了一个大冰空里面那样 正如as后面跟的是借词短语 省掉了 正如掉到一个无法企及的洞穴 或者一个大冰裂 大冰窟里面陆地动物的痕迹 能够保存下来那样 陆地动物的痕迹保存了下来 对吧 like 没说的 它后面跟名词短语 正如西部里亚蒙马乡那样 对吧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when the whole animal is sometimes preserved 这个时候整个动物呢 都有时候被保存下来 正如在冰箱里那样 正如在冰箱里那样 正如在冰箱里面 整个动物保存下来 是不是as the animal is preserved the whole animal is preserved in the refrigerator 掉到冰空里面 跟掉冰箱里一样 都是被保存起来的 第一个s省掉的是 tra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因为前面出现过了 对吧 第二个s后面省掉的是 the whole animal is preserved 因为the whole animal is preserved 它都出现过了 正如在冰箱里面 整个动物被保存下来那样 掉到冰箱里面以后 西部里亚蒙马乡呢 有的时候 它整个动物被保存下来了 这是s的 这个方式状疑存在省略 因为它所在的句子主干里面出现过 就不用塞肺化了 好 再看第二个边的句 and a single curved glass curve 是个动词 本来表示始弯曲的意思 那curved 当然形容词来用 就是弯曲的 就好了 curved glass 就是曲面镜 曲面镜 当然有的时候更复杂 我们的convex lens 叫做这个突透镜 两面是突出的 这种透镜 lens 叫镜片 或者透镜 还有凹透镜 叫concave lens 凹透镜 两面是凹进去的 这是透镜 好 我们翻译一下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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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整个句子 那么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伽利略的那个年代 这个曲面镜 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一直都是用来制造幻象 而不是真实情景的流行的 这个装置设备 contrivance 就是刚才那个instrument 和apparet一样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原谅那些 把伽利略观测到的 木星的卫星 说成是他的小望眼镜 变出来的那些人物了 后面再翻译后面一句 如果这个一片曲面镜 就会歪曲自然的话 那么一对曲面镜 对自然的歪曲又会多多少呢 原下这是什么呢 那一对曲面镜对自然的歪曲程度 可能会更大 这样的话 它制造出幻象不足以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原谅 至少部分程度原谅 或者说理解那些伽利略的反对者了 他们也是具备的是科学精神 质疑精神 好 32课又是个经典文章 里面涉及到了大量的复杂的句式和搭配一些用法 包括什么修思问句 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背景知识 也能提高我们的在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历史知识 好 我们第32课伽利略重生 这篇重点文章 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我是一个比较的 文章 这些肖像是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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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